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幅线的第一印象就是像霸王龙这种模样的 有个比较大的头 两条腿来行走 然后有一条长尾巴 身体壮硕 前肢短小的这样一个形象 霸王龙不但是恐龙爱好者心中最著名的形象 而且它的形象也影响了很多大众文化里边 人们对于怪物的这种联想 除了它的外貌之外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霸王龙它也有巨大的体型 虽然霸王龙并不是恐龙里边最大的一种 但它是十股恐龙里边最大的恐龙之一 之所以说之一是因为还有一些恐龙 就比如吉龙它的身长可能要超过霸王龙 但是完全在陆地上活动的这种劣质性恐龙里 霸王龙依然还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最大的十股恐龙 去的对霸王龙的描述 它们会往往的塑造成一种类似蜥一样的外貌 它的头部看起来比较笼统 就是头部不管是上方还是下方看起来都是一样 整个就是一个类似蜥一样的模样 我们今天知道霸王龙头部 其实它的质感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区分 就比如我们通过很多比较精细的皮肤化石 显示说霸王龙在头后的大多数身体部位 是由细腻的鳞片构成的 但是不同的是霸王龙口鼻部这一区域 如果你仔细观察它的这一部分 在骨骼上有大量的凹痕 这种凹痕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很多动物 就比如说鳄鱼 它的面部也有类似的构长 鳄鱼眼睛下方这块皮肤 每一块凹痕上上面是对应的一个 还有三叉神经的这样一个软主石 霸王龙的口鼻部有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当然不光是霸王龙 很多时候动物都有这样的构造 我们今天一般来说都会把霸王龙的口鼻部 塑造成这种样子 上面有一些大的厚重的这样的鳞片 然后另外早期人们对霸王龙的鼻子复原 主要是参考的鼻孔的位置 霸王龙鼻孔的位置在头部上很高 因此早年的复原 经常把它的鼻孔复原到比较高的位置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鼻孔可能更向下一些 也就是说它的鼻孔并不在化石上 就骨头上显示出这种鼻孔的位置 要比这个位置要更向下一点 这样它就有一个更大的鼻腔 能够在呼吸的时候能够扩充它的嗅觉 或者是让这个更多的空气能够得到加湿的作用 一个是可能会加固它的头顶的一个部分 因为霸王龙是一种经常用头部去冲撞 不管是它用捕猎还是同类之间打斗 它经常会用到这种部位 因此在这块区域里很有可能是有这样的角质去保护 除了保护之外 就是角质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它的颜色会很鲜艳 这样在霸王龙的面部有这样的鲜艳的颜色 就可以让这个总肩产生一个比较好的识别的作用 或者是一种类似现在很多鸟类的这种用选于炫耀的这种感觉 此外就是霸王龙的皮肤 我们现在通过霸王龙的皮肤的这个化石显示出 霸王龙身上大多数都是比较细腻的零件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在它后背可能会有一些残留的羽毛结构 当然这个也很有争议 因为从霸王龙的目前脖子上方保留的一块皮肤 发现这块皮肤类似鸡皮 所以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毛发腐烂之后 然后只留下了痕迹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它单纯是一种像鸡皮的鳞片 因为它跟鸡皮不同的是 跟鸟类皮肤不同的是 它每个颗粒之间离的距离较近 它并不像其他鸟类那样离得很远 说了这些时候 此外就是人们对霸王龙最关注的一点 就是它的咱们历史的大嘴 这里有一个霸王龙头骨的三维模型 从这张图上可以显示出霸王龙头骨的一些比较明确的特征 首先我们看它的侧面 从侧面的头骨上 我们可以首先看到四个比较明显的孔洞 这四个孔洞从前到后分别是鼻孔 矿前孔 眼睛 就是眼孔 以及镍孔 这镍孔明确说是侧镍孔 因为它在头部的顶上还有两个上镍孔 简形的双孔类动物都是有这样四个孔洞构成 首先我们看鼻孔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它的鼻孔位置实际上是比较靠上的 但是在复原的时候 这个鼻孔的下方实际上有两条浅浅的凹槽 这个鼻孔是位于这个凹槽这个位置 然后在鼻子的后方最大的这个孔洞就是矿前孔 矿前孔的作用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通常我们认为这个矿前孔主要是用来减轻头部的重量 比较大的包容龙头骨的长度能够接近一米四左右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头部对于孔洞来说一定是非常沉重的 有了矿前孔这样一个结构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它的分量 而且在活着的时候这个矿前孔里边是填满了软组织 这样就不会让这个头骨变得脆弱 接着就是它的眼睛 它的眼睛看起来很小 活着的时候要比眼眶看起来更小 因为包容龙的眼睛在眼眶的内部实际上有一圈鼓膜环 拱膜环的内部有一个孔洞 这个孔洞的大小实际上才是眼睛露出来的这个大小 因此包容龙的眼睛是非常小的 但虽然包容龙眼睛小 但是它的视力依然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的眼睛具有双目视觉 下边的这个正视图我们可以看到 从前方我们可以看到这包容龙两只眼睛 这说明包容龙是一种主要使用视觉进行捕猎的一种动物 因为双目视觉可以让它很好的判断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距离 眼睛再后方就是侧镊孔 镊孔的主要作用就是里面填满了肌肉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包容龙的镊孔的肌肉 直接连到它下颗上这些凹陷上 因此包容龙的负责这个张嘴闭嘴的这一组肌肉 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因此现在我们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包容龙最大的咬合力 最大的估算可以达到10吨左右 因此这包容龙是一种具有非常强力咬合力的这样一种动物 接着我们看它的头骨的底部 从底部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包容龙的脸的后方明显要远远地宽于脸的前方 就是口鼻部比较窄 然后在它的腮部是比较宽的 下方就可以看到很多巨大的孔洞 这就是负责容纳张嘴闭嘴的这些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然后在口鼻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组小小的孔洞 这个孔洞实际上就是这个包容龙的内鼻孔 也叫离鼻器这样一个结构 这也是在爬行动物里边非常常见的一个结构 它是可以让空气通过这个孔洞流到嘴巴里 然后从它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上河的牙齿的形状 这个牙齿是这样一个龙孔 但在上河牙齿的内部有一圈小小的凹痕 这一圈凹痕最突出的就是最上面的两个 这上面两个直接形成了洞 这样一组凹痕实际上对应的是下河的牙齿 也就是说霸王龙的上河牙齿要远宽于下河的牙齿 下河闭上嘴的时候 这些牙齿就会咬到这些凹痕上 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让霸王龙的上河牙齿跟下河之间 形成一个像剪刀一样的结构 这样一个结构能够让霸王龙轻易地撕碎非常厚重的皮肉 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它可以咬碎其他动物的骨头 最后一个我们看的就是霸王龙的头骨的后方 头骨的后方我们可以看到顶上 顶端有一块比较平坦的东西 这个像挡板一样的结构 它的背面附着着大量的颈部肌肉 这使得霸王龙的脖子非常的粗壮 能够轻易地运动它的巨大的头部 霸王龙不光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咬合力 而且它的恶部关节能够让它的嘴达到一个很大的角度 它张开嘴的角度能够达到60度 这样一个角度也就是说 一只霸王龙头部如果长达1米4的左右的 比较霸王龙头部张开嘴 这个嘴的大小可以超过1米 然后这样就可以让它轻易地推下比较大的猎物 今天我们在很多其他的比较大型的动物身上 也发现过霸王龙痕迹 确实证明霸王龙是可以捕杀一些比较大型的猎物 然后此外我们看到就是霸王龙的眼睛 刚才我们提到从骨头的正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个眼睛可以同时朝向前方 这张复原图也展示了这个效果 它的眼睛是同时朝向前方 这是有一个让它能够实现一种双目的视觉 这个是在今天时候动物里比较常见的一个特征 在恐龙世界并不多见 在霸王龙之外的其他很多恐龙里 一般它的眼睛都是向两边 并没有过多的重合 就比如伊特龙 伊特龙的眼睛主要是朝向两边 但是它的重合角度比较小 因此它的双目视觉并不是很强 但是像霸王龙以及很多小型的恐龙 就比如磁龙类的 这种结构却比较常见 在今天的时候动物里 比如猫科动物里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结构 猫科以及犬科 它的眼睛都是向前的 这在时候动物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拿今天动物来说 素食动物的眼睛一般都是长向两边的 然后时候动物的眼睛一般都是朝向前方的 这是因为素食动物一般要有更大的数据范围 来判断周围有没有危险 而食肉动物主要是用来参考我的距离 离猎物有多远 这样就是能够判断这场耗费体力的捕猎 有没有风险值不值得 因此这个在棒龙身上体现了这一种比较先进的这种动物的结构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棒龙眼睛上方有两个脚状的结构 这个结构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就是用来保护眼睛了 由于棒龙两只在搏斗的时候 它的眼睛部位是比较重要的 因此这个结构能有效地保护它的眼睛 不光棒龙很多时候动物在这个位置 都有这种比较粗壮的骨头去保护它的眼睛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 能够一定程度上遮掌阳光 让这个棒龙在前光下也不至于失去视觉 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棒龙的牙齿 棒龙的牙齿非常非常粗壮 专家们一般细成棒龙这种牙为香蕉牙 它的牙齿实际长度大概有这么长 一般能超过20厘米左右 有的能达到30多厘米 但实际上暴露出来的部分只有很短的一个部分 如果大家观察棒龙的化石 你会发现它的牙齿大多数位置都是棕色的 就跟其他骨头是一个颜色 但是它在牙齿末端的位置有一个黑色的区域 这个黑色的区域实际上就是牙幼稚的层级 然后由于这个牙肉质它的质地不同 它的颜色看上去跟其他地方不太相同 然后从它的顶面来看 它的牙齿形状跟别的恐龙也不太一样 就比如恐龙里边非常著名的这个沙齿龙 沙齿龙牙齿是相对来说比较扁的 包括齿龙类很多恐龙也是这样 牙齿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扁的 像一种刀片一样的构造 但是棒龙的牙齿并不是这样 棒龙牙齿很粗壮 是一个比较能够承受更大冲击力的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在这个牙齿的两侧具有锯齿 就是明显是一种能够产生切割作用的一个效果了 然后此外棒龙它会换牙 跟人类相比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类羡慕的一个技能 就因为我们人一般来说只有两套牙 少数人有三套牙 又粘着乳牙掉的时候成年牙 人就只有这一套了 如果掉了那就是掉了 像八王龙如果牙齿断了 它会逐渐地被新的牙齿或者替换 即使它不掉 也会始终是有新牙不断地长出来 然后把旧的牙顶掉 一般来说八王龙替换掉门口的牙齿需要两年的时间 在两年左右 这个满嘴的牙齿都会重新地替换一遍 这在恐龙里面实际上是比较慢的一个生长周期 很多恐龙就比如伊特龙 它的牙齿要替换得要快一些 八王龙牙齿换得慢 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牙齿是比较坚固 它平时可能并不需要太多地去替换 这牙齿足够坚固 能够让它用得很久 另外就是这样粗壮的大型的牙齿 可能在生长出来 就要花更多的生长周期 以及更多的养料去生长 所以它长出来这个过程就已经很不容易 因此它的这个生长周期要慢一些 此外它每颗牙齿生长的周期 生长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看八王龙牙齿 从上面看它的牙齿是参差不齐的 这个参差不齐 实际上就是每颗牙齿都长在一个不同的成熟程度 这样的结构恰恰也能让它的整个嘴形成一种锯子 这样的一个作用 在试肉的时候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除了这个牙齿之外 我们看复原图你会发现八王龙的嘴部一般都会有两种的复原方式 要么就是像蜥蜴一样是具有举唇结构的 闭上嘴的时候牙齿包在里面 但是也有像我们经常展示的这种就是牙齿暴露在外 并没有嘴唇的这样一个作用 关于八王龙有没有嘴唇 这是一直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不光是八王龙 其实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整个恐龙家族 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认为就是八王龙的面部 之前提到过上面有大量突凹不平的这样的结构 有人认为这种结构跟今天的巨蜥有点类似 巨蜥面部有一个区域也有这样的结构 但巨蜥这个结构是一般是用来附着嘴唇上的皮肉的 所以有人认为八王龙这个结构实际上是附着皮肉的 而且八王龙脸上在生前看上去是比较光滑 或者比较整齐的小鳞片构成的 然后它是具有嘴唇的一样的结构 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 另外就是八王龙可能它的面部就是具有大量的三叉神经构成的这种大型鳞片 这些鳞片一直覆盖到牙齿 这种说法目前看来说其实证据更足一些 因为从八王龙以及八王龙的近亲巨龙的一些完好的化石 可以看到这些大型的凹陷一直持续连到它的牙齿 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更接近鳄鱼的样子 然后并不像巨蜥 巨蜥它只是在面部有一小块这样肌肉附着的痕迹 八王龙这个位置跟肌肉附着的这个位置也不太相同 另外一个就是像恐龙这类草指的动物跟蜥蜴这类侧指的动物 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 首先它的牙齿的生长模式不同 另外一个就是牙齿的作用也不太相同 我们看蜥蜴的头骨 蜥蜴的头骨在闭上嘴的时候 它的上下颌之间是有一个圆形的一个空洞的 然后这样的结构就导致它必须得有嘴唇 能够密封住它的嘴 防止水分流失 像恐龙就不是这样 恐龙闭上嘴的时候 下颌是完全被上颌套住的 因此这样一个结构很难有空间去容纳嘴唇的位置 而且除了恐龙之外 恐龙的近亲很多都是没有嘴唇构造的 就比如鳄鱼 就比如翼龙 以及鸟类 我们知道今天的鸟类虽然没有牙齿 但是很多古代鸟类同样是具有牙齿的 它们也没有类似嘴唇的构造 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 这个包龙威尔逊的一比三十五的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它的整体的解剖结构 来自于一个非常著名的标本 就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这个5027号标本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原始化石装架 能够达到十五米 这是因为它的尾巴非常非常长 这个化石因为当时出土的时候 并没有保存太多尾巴的材料 因此当时的复原的尾巴是比较夸大的 后来我们根据苏乌和斯坦这种比较完整的标本 重新估算这个尾巴会缩短很多 就是这样一个体型 这个包龙威尔的头部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头部 因为这个化石的头部保存得极其完好 而且也没有太多的形变 它并不像其他的标本 就比如苏乌跟斯坦这些重名的标本 头部有一定程度的变形 因此我们现在对这个恐龙的头部的复原 可以达到非常精准的一种程度 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本 包括侏罗基公园里的那只霸翁龙 实际上也是参考美国在历史博物馆的这件标本 进行了复原 在这件头部复原的时候 我们采取了它没有嘴唇的这样一个复原方式 当它闭上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上颗的牙齿会把下颗深深的嵌在里面 霸翁龙的上颗很深 而且上边有很多对应的这种牙齿的痕迹 因此它完全闭上嘴的时候下颗是完全埋在里面的 而且霸翁龙的这个核部后方的这个结构 也导致它闭上嘴的时候下方下巴的后方的骨头会插进上颗里 这样也是一个这个霸翁龙 以及很多石油恐龙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跟现今的有林类种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然后此外这个霸翁龙的头顶上方有一系列角质结构构 构成的这个像一个保护装置 在它眼睛上方也有两个具有角质的总块 这个总块结构在一些好的霸翁龙标本上 曾经发现过完整的化石 就显示出这里有一个三角形的巨大的一个角质的结构 就像这个模型呈现这一点 这样的角质结构有可能是保护它的眼睛 而且同时可能会具有一个有鲜艳颜色的一个装饰的效果 所以在这个模型上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是红色的 然后刚才提到就是在它霸翁龙的嘴巴上方有很多大型的凹槽 从古灵二期这个标本上更为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化石上有很多巨大的凹槽 如果把这个凹槽每个凹槽得填上软土汁 你会得到这样一个图案 它是一种类似有一定规则的这种多边形 拼合而成的这样一个皮肤的痕迹 另外就是霸翁龙的脖子 我们现在知道要比过去认为的要粗壮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对恐龙的肌肉的复原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每一股肌肉是如何连在它的间带处 因此重新复原的脖子肌肉会显得比以往更加的粗壮 这样一个脖子的结构也让霸翁龙能够对它巨大的头颅操作自如 此外就是关于霸翁龙的皮肤 霸翁龙是有比较细腻的皮肤在身上 这个模型为了展示出每股皮肤的形状不同 它的这个鳞片做了一定的夸张放大处理 通过比较多的霸翁龙材料 我们知道霸翁龙身上有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多种皮肤 它的身体大多数皮肤都是这种 有非常无规则的这种鳞片构成的图案 然后它的腹部 从阿尔伯塔龙的皮肤化石中 可以显示出它腹部是一种非常有立体感的这种方形 然后在它喉咙下方 一直到胸部是一种比较大的鳞片 这些大的鳞片能够达到直径能达到一厘米左右 比较大的鳞片构成的 在这些大的鳞片中间还夹杂的更大的一些鳞片 这些鳞片可能一直从喉咙持续到肩膀上 就这些大的粗起 在它的头顶有一些像鸡皮状的鳞片 就像这个样子 是成排的小的圆形 此外就是巴黄龙的腹部 整个腹部轮围 在一些老的腹圆图 你可以看到这个腹部经常被塑造成一个S型 是因为巴黄龙的这个齿骨非常的长 它的齿骨高度跟膝盖相等 因此以往的腹圆经常把它描绘成一个 齿骨突出的一个样子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巴黄龙的腹部 是由大量的粗状的腹膜类构成的 因此它的肚子会有一种浑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的前肢很短 从方向这个模型复原的时候 通过这前肢肌肉的重处 你会发现前肢肱骨的靠近中部的位置 实际上是有一组肌肉连到它的肩膀上的 因此导致它的肱骨 它的比如说大臂 大多数部分是埋在皮肤下面的 因此它的前肢看上去要比化石看上去还要短一些 但是它的爪子看上去应该比化石显示的更大 因为活的时候这个爪子外面有比较长的脚窍 这个脚趾窍能够让巴黄龙的前爪保持锋利 而且由于它是一个离开地面不会受磨损的这样一个结构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爪子会长得非常非常巨大 而且也非常锋利 另外就是巴黄龙的尾巴非常的粗壮 尾巴的根部有几组肌肉连接在这个尾巴上 这样让它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带动两条腿去运动 给它节省一定的体能 另外它的后爪有着四根指头 最后第四根指头离开地面非常非常高 而且非常靠后 这个小小的爪子上也有像前肢一样的锋利的尖爪 然后但是另外三个爪子由于走路的时候会磨损 因此它是一种比较顿的一个样子 然后此外从竹部下方你可以看到巴黄龙脚部 有着非常非常肥大的肉垫 这个结构你可以从巴黄龙留下的脚印上面可以看得到 它的脚底肉垫是非常非常厚重 而且化石足迹留下来这个脚往往比骨架要大很多 这是因为巴黄龙的骨头 实际上一般都是沿着脚的背侧去生长的 而脚的底部都是有非常肥厚的 用于缓冲的这种肉垫构成的 因此整个脚的脚的本体要比骨头看上去要大很多 也是这样的厚重的足底 能够让巴黄龙能够轻松地支撑它直吨重的体型 以上就是关于巴黄龙的模型的一些创作的过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